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天宁寺分校的郭老师,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研究的内容是 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的综合实践活动, 确定起跑线。 看见课题,你是不是很感兴趣? 我们要研究起跑线的什么问题呢? 带着小问号,我们一起看看400米跑比赛的起跑画面。 观察之后,你能提出什么问题呢? 先听听文文怎么说。 运动员怎么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呢? 是啊,为什么都跑400米,运动员却要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是不是起跑线在前面的选手跑的路程就短些? 比赛是公平的,每个人跑的路程应该同样长。 那为什么起跑线在不同的位置呢? 难道每条跑道的终点线设置的也不同? 总长度都是400米,运动员要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难道终点设置的也不同? 一起看看终点线。 观察之后,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先听听小婷的发现。 我有发现,终点是相同的,再看刚才那张图。 但外圈和内圈的长度是不同的。 如果起跑线相同的话, 外圈的运动员跑的距离长,不公平。 乐乐接着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跑道内外圈的直径不一样, 所以长度不同, 要保证运动员跑的路程相同, 比赛才公平。 文文听了大家的讨论说, 跑道的长度不同,终点相同, 为了路程相同, 就必须调整起跑线的位置, 所以起跑线是不同的。 那么每条起跑线应该相差多少米呢? 同学们,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现问题, 在讨论中提出问题, 让问题引领我们的学习。 这样,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大家看,400米跑, 每条跑道应该相差多少米呢? 也就是,如何确定起跑线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同学们看, 这是400米跑跑道的平面图。 观察之后,你知道了什么? 我观察到每条跑道都是由两条直跑道, 和两个半圆形跑道组成的。 你发现了跑道的形状, 并且能够把它分解成我们学习过的图形。 还有谁再想说说? 这里还有一些数据, 直跑道的长度是85.96米, 内部的半圆形直径为72.6米, 每条跑道的宽度为1.25米。 我补充,其实我们还知道一个数据, 这是400米的跑道。 这些数据对我们研究问题非常重要。 掌握了这些信息, 接下来我们又该怎样研究呢? 我觉得应该先求出每条跑道的长度, 然后相邻的跑道长度相减, 就能得到相邻跑道的长度相差多少米。 掌握了相邻两条跑道的路程差, 就知道如何确定起跑线了。 同学们, 你们同意他们俩的想法吗? 那么每条跑道的长度又该怎样计算呢? 为了描述方便, 从最内圈开始, 我们分别称为第一条跑道, 第二条跑道, 等等。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在短跑比赛时, 不允许变更跑道, 但在过弯道时, 选手一般会贴着跑道内侧跑, 因为这样距离最短。 所以跑道的长度, 实际指的是内侧跑道线的长度, 在这里面我们就称为跑道长度。 那么应该怎样计算这些跑道的长度呢? 每条跑道的长度, 就是两条直跑道的长度, 加两条半圆形跑道的长度。 小植说得对, 两条半圆形跑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圆, 所以两个半圆形跑道的长度就是一个圆的周长, 这样我们计算一个圆的周长加上两条直跑道的长度, 就能得到每条跑道的长度了。 同学们, 你们真棒, 通过讨论我们不但明确了要计算什么和怎样计算。 现在就请你计算第一条跑道的长度吧。 大家注意, 这里面π取3.14159, 由于数据的位数较多, 在计算的过程中可以使用计算器来帮忙。 开始计算吧。 怎么样, 算出来了吗? 我们一起看看这位同学的计算过程。 看到最后计算的结果,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这条跑道的长度就非常接近400米了, 所以400米跑道说的就是第一条跑道长400米。 确实是这样, 第一条跑道的长度就是400米。 现在我们要来计算第二条跑道的长度, 又该怎样计算呢? 第二条跑道的长度还是计算一个圆的周长, 加上两条直跑道的长度, 每条直跑道的长度还是85.96米。 圆的周长不一样了, 因为直径变大了, 所以圆的周长变大了。 你说的很清楚, 那么圆的周长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 想要求圆的周长, 就必须知道圆的半径或直径。 我觉得, 第二条跑道中, 圆的直径应该是72.6米加上跑道之间的宽度乘2, 算式就是72.6加1.25乘2等于72.6加2.5等于75.1米。 为什么要加两个1.25米呢? 琪琪回答说, 因为在最里圈圆的直径基础上, 加上两个1.25米才是第二条跑道上圆的直径。 你说的很清楚, 只有求出第二条半圆形跑道的直径, 才能够求出第二条跑道的长度。 同学们, 拿出计算器, 开始计算吧! 怎么样? 算出来了吗? 我们一起看看琪琪的计算过程。 刚才我们求出了第二条跑道的半圆形跑道的直径是75.1米, 用π乘直径, 求出圆的周长等于235.933409米, 两条直跑道的长度是85.92乘2等于171.92米, 把它们加在一起, 就是第二条跑道的长度, 407.853409米。 过程记录得很详细, 很清楚, 知道了两条跑道的长度, 用407.853409减399.999.434等于7.853975米。 这样我们就求出了两条跑道相差的距离。 同学们, 现在请你利用刚才积累的经验, 继续计算其他跑道的长度, 以及相邻跑道相差的距离。 开始吧! 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同学的计算过程。 我是按照前面说的那样, 先求出每个圆的直径, 然后求出每个圆的周长, 再加上两条直道的长度, 算出每条跑道的长度, 然后用它和相邻的跑道长度相减, 发现它们都相差7.853975米。 过程记录得很详细, 很清楚。 文文不仅让大家看到了直径的变化过程, 还让大家看到了圆周长和跑道长度的变化过程, 一目了然。 谢谢你! 还有谁想说说吗? 我发现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每条跑道的两条直跑道长度都是一样的, 可以抵消或忽略不算, 所以我就只求每条跑道的直径和圆的周长, 用大圆的周长减相邻小圆的周长, 就求出相邻每条跑道相差多少米, 我得到的也是7.853975米。 果果刚才提到了抵消, 忽略不算, 什么意思? 谁听懂了? 我们一起听听它们怎么说。 我听懂了, 因为每条跑道都有两条直跑道, 而且这些直跑道都相等。 举个例子, 第三条跑道长度如果用两条直跑道加上一个圆的周长。 第二条跑道长度也是用两条直跑道加上一个圆的周长。 中间都有两条直跑道长度, 相减时就可以抵消。 在计算时就不用加两条直到跑道长度了, 所以果果说可以忽略不算。 多重要的发现啊, 在计算的过程中, 边计算边思考, 就能让我们的计算变得更加简洁。 还有吗? 我在计算的时候, 也是像果果一样, 就不用再考虑两条直到的长度了。 我算出第四个圆的周长之后, 我发现, 第二条跑道比第一条跑道长7.853975米, 第三条跑道比第二条跑道长7.853975米, 第四条跑道也比第三条跑道长7.853975米, 所以我觉得相差的都是一样的, 后面我就不再算了, 我觉得相邻跑道相差的距离应该都是7.853975米。 小轩在计算的过程中, 能够适当地停下来,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规律。 他发现的规律, 对吗? 真的都相差7.853975米吗? 只看这些结果, 很难有发现。 我们一起看看计算的过程, 观察这些算式,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乐乐, 你来说说。 我有新发现, 同学们看, 只要把这些算式用乘法分配率打开括号, 这样每个算式前后都有一样的部分能被抵消。 这样就只剩下了3.14159乘1.25乘2等于7.853975米, 所以他们相减之后的结果都应该是7.853975米。 小轩发现的规律是对的。 多精彩的发现啊! 利用乘法分配率, 将算式展开, 就能够验证小轩发现的规律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就约等于7.85米。 同学们, 再来看这个算式, 3.14159乘1.25乘2, 你能用最简练的语言, 概括地说说, 怎样求每相邻两条跑道相差的距离吗? 用二倍的跑道宽重派。 如果每条跑道宽1.25米, 相邻两条跑道的长度相差两个1.25派, 也就是2.5派。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第二条跑道要比第一条跑道长7.85米, 所以起跑线的位置就要向前移7.85米, 第三条起跑线比第二条起跑线的位置再往前移7.85米, 以此类推。 那也就是说, 每相邻两条跑道起跑线的位置都相差7.85米。 同学们, 当我们深入研究问题的时候, 如果能发现复杂问题背后隐藏的规律, 不仅能使要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而且还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 变复杂为简单呢。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研究过程。 在400米的跑道中, 我们发现了起跑线的位置不同, 提出了如何确定起跑线的问题。 通过讨论, 不断研究引起起跑线位置不同的原因。 经过分析, 用计算求出每条跑道的长度, 以及相邻两条跑道相差多少米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 我们总结出每相邻跑道相差的距离都相等这个规律。 同学们, 发现提出问题, 讨论研究问题, 分析解决问题。 总结应用规律的方法, 正是我们在数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 同学们, 刚才我们研究了400米的跑道应该如何确定起跑线, 你们还想研究什么问题呢? 200米跑应该如何确定起跑线呢? 800米呢? 100米呢? 多好的学习方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问题。 如果跑道的宽度不变, 那么200米的跑道应该如何确定起跑线呢?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00米跑的跑道应该是400米的一半, 那么相邻跑道相差的长度应该是圆周长一半的差, 也就是2.5拍的一半, 也就是1.25拍。 我还有更简便的方法, 用前面算的7.853975米除以2, 得数保留两位小数, 约等于3.93米。 为了保证比赛公平, 每往外一圈, 起跑线就要往前移3.93米。 同学们, 你们真棒! 利用400米跑的起跑线如何确定? 完成了200米跑的起跑线应该如何确定?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800米,100米跑的起跑线又是怎样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知识链接了解一下。 同学们,这是200米跑道的平面图。 它是由一个半圆形跑道和一条直跑道组成的。 因为直跑道的长度都相等, 在计算相邻跑道长度差的时候就可以忽略不算。 计算相邻的两个半圆形跑道长度差即可。 如果跑道的宽度为1.25米, 计算之后相差的距离就是1.25π, 何数保留两位小数。 每项链两条跑道起跑线的位置都相差3.93米。 计算们,你们算对了吗? 像100米,200米,400米跑,由于赛程较短,运动员跑速快, 为了保证公平和安全不允许跨道跑。 而到了800米,1000米,1500米等中长跑,由于赛程较长, 运动员跑速较慢,允许跨道跑。 当所有运动员都选择贴着内侧跑道线跑步时, 各跑道之间的距离差也就不成为影响跑步成绩的因素了。 因此,急跑线是一条弯弯的弧线。 那么100米需要像200米和400米这样确定急跑线吗? 我们一起到运动场中的跑道去看一看。 现在同学们知道了,100米的跑道都是直线, 所以急跑线和终点线都在一条直线上。 同学们,观看了知识链接, 你们对跑道起跑线的知识又多了一些了解。 如果感兴趣的话,课后可以继续了解相关内容。 今天,我们研究了确定起跑线。 说一说,你都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收获。 原来只注意了起跑线,不在同一直线上。 上完这节课,我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应用乘法分配率, 发现相邻跑道相差的长度都是相等的。 我们还知道了200米和400米跑, 确定起跑线跟跑道的宽度有直接关系。 还知道了100米、800米、1000米和1500米跑道起跑线是怎样的。 同学们,生活中就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 那么,又用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就能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本领。 今天,我们研究了确定起跑线。 具体内容在数学书第80页和第81页。 课后,同学们可以把今天如何确定起跑线的研究讲给你的家人听。 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